平地原住民9人禁逐三席 各地原住民选区横跨全国堪称总统级 但是9人当中仅有一位是花联级的立委候选人 为何多年来花联线都未曾出现过 第二人角株立委候选人的情况 反而是台东参选爆炸 就有民众认为应该是花联地域广阔 在志愿上的投入堪比总统级的选战 第11届平地原住民立委候选人 国民党政天才寻求四连霸 民进党立委陈寅则是挑战三连霸 这一届参选人数更是多达9人 其中只有一位花联线级的立委候选人 其余8位都是来自台东线级 为何多年来花联只有一位参选者 民众觉得花联的地域广阔 因此选立委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 所以逐人的参选意愿普遍低落 我想这一次的候选人总共有9个 那其中8个的立委候选人 几几乎乎都是台东级的候选人 唯独这个政天才是花联 唯一的一个候选人 那所以在这个政治参与度 我都认为台东来的对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热络上 比这个花联可能高出许多 地方的士绅跟地方的一些民意的政治人物代表 都认为目前现任的政天才 郑立委可能是为了保住原住民这一席 最能够把这一席留住的一个最佳候选人 第十一届的平地原住民立委候选人 九人角逐三席 剩下的最后三天 每一位都固守着自己的铁票区 花联县级唯一一位立委候选人政天才 是否能够连任九抢三席的竞争激烈 候选人卯足全力 希望能够获得选民的肯定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